HELLO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跟大家分享過一台懷舊主機 R8 One 那時候非常多玩家都對他很有興趣 但是也有一部分玩家希望能不能出一台不要帶螢幕的版本 因為他們想要輸出到大電視上面去玩 Liu跟開發商稍微溝通一下 然後後來他是說去年11、12月會產生一台沒有螢幕的版本 給我做測試 但是也是拖到今年1月份才收到 那這邊也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會多這麼多時間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R8 One的部分 他就是所有的外觀設計他都是畫草圖然後手工去組裝的 所以說他花了很多時間在設計 那你要把它改成沒有螢幕的部分 他也不希望說殼是隨便亂拼湊的 所以他也試了十幾種殼 那後來他就考量說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復古情懷非常嚴重的玩家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R8 One這種設計復古電視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現代的玩家希望連接到大電視 就是用他現在設計的這個殼 這種可能就是有點像音響主機的感覺 然後在這台機器裡面 他也花了很多時間整合了裡面的一些模擬器 包含這次加了全新的接機平台系統進去 但是他也承諾了如果前面有買過R8 One的機器呢 也可以做線上的升級 他用升級包去幫你做更新 那花了這麼多時間到底改得怎麼樣呢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接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配件猜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有標配的這個無線的PL2的手把 那這手把的話你也可以外接其他的手把 那再來呢會有一條電源線跟一個變壓器 那這個輸出的電壓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他就是希望在這台機器呢 在全速運行遊戲的情況下呢 然後他的電壓能夠是非常的穩定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機器的部分 那這次設計呢真的就比較比較像遊戲機 比較像音響主機的感覺 然後後面的配置呢一樣就是電腦的這個接孔 那這台的硬體呢 他是用AMD的四核心的主機板 裡面用的是4G的RAM跟500G的硬碟 其實大家都知道玩模擬器呢 最強的就是用電腦去玩 但是呢電腦玩模擬器呢 最怕遇到的就是怎麼樣把它做一個最完整的整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開發商他厲害的地方 不是在於硬體的搭配 而是在於他連硬體跟軟體的部分 都可以做一個很完美的結合 那這台究竟怎麼樣能夠跑順PL2呢 這個我真的也非常好奇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效果吧 GO 好我已經把它開機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熟悉的介面 每一個呢都代表不同的模擬器 那它現在背景有一個前導音樂 你可以從聲音的地方呢 把前端的音樂關掉 然後再退出 那介紹遊戲之前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次的系統的這個選單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前端的地方呢 它增加了一個新的NXL的一個接機平台系統 待會會切換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個模式呢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有點像是 BATOSELA的一個介面 只是說這個主題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它的架構是差不多的 再來遊戲設置的部分呢 它可以更新遊戲列表 這一次額外增加了一個外置硬碟的更新 也意味著這台機器的500G的硬碟 如果遊戲塞滿的情況下 你可以外接硬碟到這台機器 它也可以直接把裡面的內容直接抓過來 它的更新就是把外接硬碟的遊戲 直接載入到裡面去 就可以直接做遊玩了 再來呢就是以前呢 有些列表無效跟圖片連接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刪除 現在還幫你增加了一個快捷鍵 直接清空列表無效的圖片連接 好再來模擬器與平台的配置呢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目前支援的模擬器 這邊我就快速帶過給大家看一下 支援的模擬器非常多 比較特別的是這次增加了SEGA MODEL的部分 那一些主流的模擬器基本上都有 還有PS2的部分 所以說呢這算是目前整合來講 我覺得算是非常強的一台機器了啦 那還有DOS跟PC 好再來我們看看列表的部分 過去的列表呢一樣就是顯示所有模擬器的部分 那比較大的特別呢 是這一次呢 除了全部遊戲呀 收藏夾的這個部分以外 額外增加雙能跟四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你就可以秀出一些雙能跟四人遊戲 那這邊呢額外增加了一個大數據 就會幫你去抓一些沒有玩過的遊戲 那最後呢就是給你判斷 這些你從來不玩的 你要不要把它刪掉 那下面的遊戲系統 有SEGA MODEL 23可以去做調整 那遊戲硬碟的部分 也有PC跟MSX的部分可以去做選擇 好那主題部分我就不特別說了 那其他地方呢就是做平台排序的一些優化 好再來手把設定呢 他這邊有提供1到8號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去做設定 好當然大部分的遊戲都是四人啦 只是說1到8號玩家的話 你就可以去配置1號可能是普通的五線手把 那5號到8號可能設定藍牙手把 未來你要遊戲做切換的話 就可以直接從玩家部分 直接對應到不同的手把 其他設置的話 剛才有提到聲音的部分 除了前端可以關掉以外 系統跟音樂的聲音也可以去做調整 包含你要顯示的音樂的部分 你想要改也可以 直接連接到異點裡面 也可以去修改他剛剛前端的背景音樂 那介面的設置呢就是主題的地方 就像Badocera或者是樹莓派一樣 可以下載不同的主題 然後去更換他的風格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復古的漫畫風 你也可以去改Switch的風格 然後把它返回 好有沒有這樣就變成是一個Switch的風格了 那包含遊戲資訊的地方可以去做調整 你要把它秀成2D或3D的樣子也是OK的 好再來最下面的一個系統設置 那我覺得這台比較大的特色呢就是 因為它是用電腦架構 所以它的連接Wi-Fi跟藍牙 都是非常穩定的 不會像樹莓派可能會有一點連接不穩定的問題 那未來這台系統呢是可以走網路的升級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按鈕去做升級的更新 然後呢它已經是管理員的前線了 所以會有開發者的選項 你可以針對更細節的地方去做調整 那最後呢系統說明書點下去呢就會跳出這些熱鍵 不管是打開RA的核心啊或者是存檔啊 或者是怎麼推出遊戲啊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初步的判斷 過去大家有些玩家對RA不熟的情況下 就很需要這樣子的一個說明的菜單 那這次就直接砍在裡面了 那關閉電源的部分呢就是關機的地方 那比較大的特別是它有做一個還原點 所以當你改亂了或者是有些配置跑掉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還原系統把整個這個硬碟的資料 然後重新再還原一次 這是它這次主要的設計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再來切換一下NXL的接機平台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邊的話它的遊戲的種類其實不多 但是這個平台應該算是 現在很少懷舊主機會整合的一個平台系統 所以說你可以去做任意的切換 看你是要顯示這個NXL的平台呢 或者是呢切換成剛剛這種PATOSERA的介面 那一樣它會有遊戲的預覽 這邊只要稍微停留一下 它就會有遊戲的畫面 好 那這邊遊戲都是可以玩的 我們待會再來測試 我們一樣回到原本的平台來做一個測試 好 遊戲測試前呢 這邊的模擬器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清單 全部都是開發者中文化 一個一個去編排的 就除了機器設計跟軟體的調整以外 它連遊戲的清單都做好了這個中文化的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來挑一些比較重型的模擬器來做一個測試 好 第一個模擬器呢我們就來測試WIN的模擬器 那再在機器上面呢它調整得非常的OK 而且它的手把是可以直接支援的 那因為WIN的這個遊戲呢本身的手把是帶有提感的功能 然後像這種一般的手把呢是沒有提感的功能 但是它有設計在這個R2鍵的部分 所以你按一下R2鍵呢一樣是可以達到提感的這個功能 OK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其他的WIN的遊戲 好 接下來試的是這個WIN的賽車遊戲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潛島的畫面啊3D很吃重的這個地方 它的執行一樣是順暢的 而且身體呢也是沒有任何延遲的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去感受一下 好 現在已經進到賽爾達遊戲裡面了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控制基本上也是非常順 而且不會有任何延遲 那功能鍵呢也都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都是可以控制 而且它開起來也是非常順的 好 遊戲的過程跟體驗呢基本上來說都是OK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模擬器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PS2的戰神2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潛島3D的一個表現 那這個遊戲呢堪稱是懷舊遊戲的克星 因為呢很多遊戲機只要執行PS2的戰神2呢 會陷入無限卡頓的迴圈 好 那在這台機器上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這個畫面的表現 好 那現在已經進到遊戲的畫面了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它操作起來基本上也是OK的 祝 abide順的 水 水 ポолод 弧 基本上它的控制来讲 我觉得是OK的 大家可以从画面上感受一下 这个是二代的中文版 OK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游戏 好再试一下圣剑传说这个游戏 就是这个游戏 基本上聖剑神之后控制也是OK的 只是它前岛画面比较容易被中断 所以看起来感觉好像没有很快 但其实它遭错是顺畅的 OK我们再来试一下下一个游戏 好再来这个是勇者斗恶龙8的一个PS2的中文版本 那这个刚才有测试过它的PS2的存档功能都是OK的 可以正常的存档 所以说如果你是喜欢玩RPG游戏的话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其实就还蛮适合你的 那刚才的前岛到现在的操作一样都是非常顺畅 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再试一下下一个模拟器 好再来试的是Nanomi的模拟器 基本上控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的顺畅度跟它的执行起来 因为我试过蛮多机器 有的还是会稍微顿个零点几秒 但是它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 OK我们再试一下下一个游戏 好这个是下一个Nanomi的游戏 一样这格斗类游戏操作起来一样是无敌顺畅 那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 你按一下这个选单键可以叫出RA的系统选单 那有些玩家会在其他机器上面有遇过一样的问题 就是他讨厌这个左右两边的图案 那你就可以到RA这边呢 到萤幕附成这个选项呢 第一个选项显示把它关掉 那你再回去呢执行一下 那就变成图片不见了 但是图片不见也有人会想说 那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全萤幕 也是OK的 一样到这个选单 我们先返回到上一页 到设定的地方找到视讯的选项 往下拉呢 找这个S开头的 点进去之后呢 有个画面比例的选项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16比9 那我们再回到游戏 它就会变成全萤幕了 有没有 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在其他的机器上面 一样是可以操作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OK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 下一个模拟器吧 好接下来给大家测试的 这个是Mario的赛车的街机版 所谓街机版呢 就是在电动间呢 它是一个落地的赛车椅 然后你可以玩这个 可以跟人家两人三人四人的 一起对战这个赛车游戏 然后它上面会有这种视讯镜头 然后会帮你拍照 那因为这种街机的游戏呢 它都是赛车椅在绑一个音响 所以它的这个档案是没有带声音的 所以说游戏是可以玩的 但是就会像现在这样子 是没有声音的 那基本上游戏 刚刚我有稍微试一下 它是可以玩的啦 但是就是没有声音 也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但其他模拟器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只有这种大型机器平台才会有这个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模拟器 好接下来试的是 这是SUTURN的光明与黑暗 然后这是第三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刚才的前导运作啊 到目前为止 一样都是画面跟声音都是非常顺畅 没有任何的延迟 因为视频上目前要能够 顺跑SUTURN的主机来说 相对都比较少 而且真的能跑的大部分都是 像这种电脑类型的 但是它的价格都是非常的贵的啦 所以以这台的CP值 其实对应这个它的这个直行的来讲 我觉得它是非常OK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看起来呢 其实SUTURN的画面 看起来没有到很重的3D 但是因为它本身在跑的这个架构呢 就是比较持资源的 然后再多试一两个游戏 给大家参考一下它的 实行的状况 好接下来一样是SUTURN的游戏 这个是大航海磁弹 好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再试一下下一个游戏 好接下来呢 是SUTURN的梦幻模拟战 刚刚一样跑过所有的前岛 都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个目前声音也都是很完美的 在输出的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样是RPG这个前岛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就不接着往下测试了 基本上SUTURN游戏 目前测试下来 都是可以顺畅的跑 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OK 好接下来测试的是NG7的海贼 嗯 基本上也是顺畅指线的 基本上也是顺畅指线啊 多久 我被拆打 有被拆? 不被拆打 有被拆打 有被拆打 OK 基本上執行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這個遊戲我非常的不熟悉 不太會操作 我們再來試一下下一個遊戲 好 再來是NGC的路易吉的鬼屋 馬力屋 我要找一下鑰匙 馬力屋 我記得應該是在樓梯這邊吧 OK 我就不接著玩了 因為這個要玩非常多的時間 那它的執行起來就像畫面上你看到這樣子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好 接下來你看到的這個是八方旅人 那這個遊戲呢是電腦的移植版 那這個遊戲應該大家非常熟悉 在19年非常紅 它是先在Switch上面推出 後來呢又出了Steam的這個電腦版 那在這個機器上面呢 你可以玩到的是它的電腦的移植版 而且它的執行跟操作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這是有漢化過的版本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再來看到的這個是龍珠鬥勢力 那這個是一個電腦的移植版 那早期呢 它有在XBAR PS4 Switch上面呢 也可以玩到這款遊戲 那現在在這台機器上面也可以玩 但比較遺憾的就是 因為 這是懷舊遊戲機嘛 所以它只能單機操作 沒有辦法做線上的連線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遊戲吧 好 再來這個是Doraemon的牧場物語 那這個呢 也是電腦移植版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有在Switch上面推出 19年其實是非常紅的一款遊戲啦 好 執行起來也是OK 那目前已經測試了三款的移植遊戲 先把它推出給大家看一下 好 裡面總共的移植的 這個電腦版的遊戲呢 分別有八方旅人 Doraemon物語跟龍珠鬥士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再來看一下PC遊戲的部分 它整合非常多 比如說帝國時代2的 這個是世紀帝國的HD版 好 那大富翁士啊 CS啊 豆瓷的中文遊戲 軒眼界魔獸仙劍等等 好 這些 歷史時代眼淚的遊戲 它都幫你加進去了 那我們就先來試一下 好 那上一代呢 其實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是需要外接鍵盤滑鼠嘛 因為畢竟是電腦遊戲 好 那開發者很有創意 它這一次呢 幫你加了鍵鼠模式 如果你沒有滑鼠鍵盤 手邊沒有的情況下 你就按一下兩個摩孤頭 按下去呢 它會自動啟動一個 呃 鍵鼠模式 好 這樣按下去它這邊會出現 好 再按一次就退出 按一下呢 這個滑鼠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用蘑菇頭呢 去控制 當電腦的滑鼠使用 好 當然鍵盤也是可以叫出來啦 好 OK 現在就進來了 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點一下人物 好 那 滑鼠的左右鍵也都能模擬 好 然後按住這個 滑鼠左鍵 B鍵 然後可以全選人物 然後讓它去做其他的事情 好 基本上 就是 你可以用手把呢 當作電腦的滑鼠來玩遊戲 好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然後再來呢 電腦的經典的大部分是 基本上操作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邊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其實測試到現在呢 蠻多重型模擬器都測試過了 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 PSP啊 PS啊 DC 這些就不做測試了 因為基本上在這台機器上面 是可以完美執行的 其他小型模擬器我們就不看了 OK 那最後呢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NXL的一個平台的遊戲的 一個玩起來的感覺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到這個NXL的一個階級平台 其實它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選擇 比如說SNK啊 卡普空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平台類的遊戲 這邊都可以顯示出來 既然是階級平台呢 免不了呢 就用這個大型的搖桿來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現在執行的是98的終極自在 好 它現在顯示會是2P是正常的 因為我的手把呢 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手把是1P 然後外接的話就是2P 好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是右邊的畫面 OK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我們再試一個其他遊戲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快打系列 好 基本上控制也是非常順暢的喔 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好 那我就不接著試了 直接回到手藝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它還有非常多的遊戲類型可以去選擇 所以等於你有兩種平台可以去選 好 那這部分 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再來呢 它也有整合了這個SEGA的Model 2跟Model 3 當然應該很常熟悉的 可能在湯姆熊啊 或者是什麼電動機之類 會看到的一些遊戲的內容 但比較可惜的是 這邊有一些光槍的遊戲 可能就沒有辦法操作 你可能只能操作 比如說賽車類啊 或者是其他類的遊戲 運動的遊戲 那我就挑一款賽車遊戲 試一下它的這個執行 是不是沒有問題的吧 好 可以切換視角 好 這種大型的 這種SEGA model的遊戲呢 從這台機器上面呢 你也可以去玩到 當然也不只這一款 還有其他的類型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測試也超過高一段落啦 那這邊也跟大家說一下 從剛開始開機 一直到所有的遊戲測試的這些過程 我總共耗費了三個小時多 那我平常心跟大家說 摸起來呢 它只有一點點溫溫的感覺 並不會覺得它是熱的 因為它在上蓋 側蓋跟背蓋的地方 全部都有開孔 好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價格吧 上一代的RF1其實很多人喜歡 但覺得價格偏高對不對 那這一次它的硬體呢 跟上一次的配置是沒有改變的 主要就是軟體的調整 那開發者有說這一次呢 因為大量採購的關係 它要把價格壓下來 好 那現在的落點呢 大概就是7000多到8000多台幣左右 依據你搭配不同的配件 會有不一樣的價格 那至於值不值得買這部分呢 Leo也不會給任何的推薦 就是留給大家自己心中去做一個評斷 主要呢 我就是給大家看 機器的概觀跟它測試的結果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好 今天測試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